來 美麗老師 林朱占卜未來的音樂 我哪一方面的運勢最美麗 好 我們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就是三顆對六顆 第二組是四顆對四顆 第三組是一顆對兩顆 第四組是六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五顆對四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來 中音 五 五 三 三 四 我也選三 三 多零 一 確定 二 一還二 二 好 我們來看 一都沒人挑的 三跟六 我們看這在哪一方面最美麗 我們這個來看 你看你跑票了 這在試驗上是最美麗 你看就這樣擦身而過 吳美玲小姐我哪裏得罪妳 她跑票了 你看對自己沒信心 下次就不要還約我吃飯 說妳一個人吃飯很寂寞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在這個觀眾朋友 挑到這一組的話 恭喜妳 恭喜妳在這個月 我們這個月是在轉明年運的時候 妳在這個時候事業是最美麗 那可要加把勁 這個代表說妳的業績是藏紅的 趕快去拉一些訂單吧 趕快去創造一些財富 然後或者是去參展 讓妳的業績能夠藏紅最美麗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黃老師 在哪一方面最美麗 我們來看 這個在 我們有挑到這個的人 恭喜妳 在這一個月 妳是越看越美麗 就是說我們挑到姻緣的時候 這代表說 我們在秋天這個季節 妳的桃花是百花齊放的 恭喜妳 要多往外面去 我們恭喜妳 然後再來我們看好看 最高分都出來了 九十 八十 還有 我們來看 杜琳把她跳過好了 我們來看三 杜琳剛剛跑票 我們來看三 三就是 白雲跟阿彌達老師 我們看在哪一方面是最美麗 所以妳睡得好 還是有加分的 我們來看 這個是在 外貌上面是最美麗 我們人睡得好 精神好的時候 自信會來 會對自己外貌會有加分 當妳的外貌好的時候 妳的事業桃花 樣樣都會來 所以我們也是恭喜妳 白雲 妳睡得好是對的 對 我有睡得好的法寶 所以妳的臉看起來 就是非常亮 就感覺睡得好 恭喜妳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朵琳還是把它跳過去 我們看中音的 還有觀眾朋友 是在哪一方面 最美麗呢 這個是在健康方面 所以妳的健身是對的 我今天看到妳就整個身形 回到少女 所以我們人一定要 我們很多人 現在都在注意說 我可能我想要賺錢 我想要應援 我想要什麼 忽略了健康 其實妳沒有健康的話 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我們恭喜妳 謝謝 來 我們來看看 跑票的獨鈴 是在哪一方面最美麗呢 我們 恭喜妳 在彩虹方面 先生先生要不要跟我吃飯 真的 妳看 我個人運勢還是不破的 不受別人影響 但妳選得都很好 九十一百耶 是啊 那代表他現在 正旺的時候 朵琳現在真的很旺 我們要跟著朵琳 挑標的物 然後我們也恭喜觀眾朋友 你挑到 我們在這個季節 挑到財富好的話 這個是可是會延伸到 不只下個月 所以妳在這一方面 在賺錢這一方面 在這一個月 一定要加把勁 也可以去拜拜財神 增加妳的財富 我們恭喜妳